我失明了,但就在昨天,我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,我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父母,却在我的床底下发现了柔作一团的纸巾,纸巾上面写着一句话,不要告诉他们,你能看得见,三个月前因为一场车祸,我失明了,父母为了更好的照顾我,我们一家搬家到了离城市很远的郊外,就在昨晚,我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,我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父母,却突然发现,床底下有一张柔作一团的纸巾,我这人有很强的洁癖,便把纸巾拿了出来,纸巾上面的话,却让我皱 就起了眉头,不用告诉他们,你能看得见,纸巾上面的字迹,歪歪扭扭,像是有人在极度匆忙中写下的,这里没有别人,这个他们,很显然,是指我的父母,这张纸巾,我根本不知道,是谁塞进我床底下的,三个月以来,来过我房间的,只有父母和我老公计言,这时,敲门声响起,默默,妈给你炖了点燕窝,母亲和爱的声音,在门后响起,我随手便将纸巾,扔进了垃圾桶,但当我打开了门,瞳孔却猛地一缩,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,端 看着碗,站在门口,笑盈盈地看着我,她的嘴唇涂得鲜红,脸上的笑容,看着是那么的怪异,这分明不是我的母亲,我猛地往后退了一步,一脸惊骇地看着她,我的母亲,长得慈眉善目,但这个女人,却长得十分精明,她的五官,和我母亲,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之处,但最奇怪的是,她的声音,和我的母亲,竟然一模一样,我刚想质问她是谁,却突然想起,刚刚纸巾上的话,不能被她们发现,我看得见,默默,怎么了,是不是哪里不舒服,女人担忧地,朝我� 进了一步,妈,把燕窝放在这里就好,我等会吃,我摸索着坐在床上,缓缓说道,默默,燕窝烫,要不还是妈喂你吧,女人说道,我立刻拒绝了女人,妈,我有点困,想睡一会儿,我放凉了再吃,女人点了点头,没有说什么,便出去了,当她带上门的那一刻,我猛地松了口气,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打湿了,我真正的母亲,到底去了哪里,这个女人又是谁,我实在担心母亲,便打开门走了出去,我走出了房间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住的地方,一个两层高的宽敞别墅,我站在二楼 一眼便看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背对着我看报纸的男人,这个人一定便是我的父亲,我左右环视了一番,确定那个女人不在客厅之后,压低声音喊了一声,爸,男人转过头来,我看见了她的脸,那一瞬间,恐惧席卷了我全身,因为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熟悉的父亲的脸,而又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,默默,怎么了,但是从那个男人的口中,却发出了我父亲的声音,我露出一个难看无比的微笑,没什么,爸,女人的头从我身旁的房间内叹了出来,她鲜红的嘴唇, 笑得格外的夸张,默默,你不是说,要睡一会儿吗,妈,我又不困了,我笑着说道,那妈妈为你吃燕窝,女人从房间内端出了燕窝,一口一口地喂着我吃下,期间我非常紧张,生怕被女人看出,我能看得见,但好在女人并没有察觉到我的意样,吃在嘴里香甜的燕窝,却也味如嚼辣,我根本不知道,女人有没有在燕窝里加上点什么,怎么了,默默,你的脸色很难看,而且一直在不停地流汗,女人还是发现了我的不对劲,她关心地凑近我,眼珠子却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, 她的眼睛非常大,但是眼白很多,眼珠子很小,我没事,我只是不知道,我的眼睛到底什么时候恢复,我故作失落地说道,女人笑了笑,默默,你放心,你一定会好起来的,我露出一个非常难看又僵硬的微笑,女人十分慈爱地摸了摸我的脑袋,回到房间后,我立刻反锁了门,一脸恐惧地坐在了床上,半个月前,老公纪严,曾经来探望过我一次,我老公是个机长,他的工作非常繁忙,那时他和我的父母相谈甚欢,甚至被父亲,灌得烂醉如泥,在别墅里过了一夜, 也就是说,半个月前,我的父母,还是我真正的父母,我找到了手机,之前我看不见的时候,一直用的是语音模式,我立刻给纪严,拨打了一个电话,电话很快接通了,纪严的声音,一如既往的温柔,默默,怎么了,我刚下飞机,可以去看你了,纪严,接下来,我告诉你的事情,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,但我说的都是真的,我语气急促地说道,纪严沉默片刻,立刻说道,默默,只要你说的,不管是什么,我都会相信,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纪严,纪严,默默,我现在马上, 从机场开车到这里,大概要一个小时,一想到纪严会过来,我心里踏实不少,突然,屋外响起了敲门声,默默,该吃药了,外面响起了父亲的声音,但我知道,这并不是我的父亲,而是那个陌生的男人,我心跳加快,死死地看着门外,见我许久没有出声,男人开始转动门把手,怎么锁门了,默默,不吃药的话,你的眼睛会好不了的,男人催促我开门,我下定决心,无论如何,也不会开门,除非纪严过来,睡着了, 这小家伙,男人无奈地笑了笑,随后,我听到了他下楼的脚步声,我这才松了口气,突然,我又觉得有点不对劲,我有一种强烈地被注视着的感觉,我局促不安地走到门边,听着门外的动静,门外静悄悄地,没有任何声音,听起来,那个男人像是走了,我不放心,又小心翼翼地趴了下来,想透过门缝,看看外面的动静, 而就在这个时候,我对上了一双眼珠子很小,眼白却很多的眼睛,那个男人就趴在门缝下,眼珠子死死地瞪着我,那一瞬间,我浑身都是冷汗,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,缓缓在地上摸索了起来,奇怪,我的手机,刚刚明明掉地上的,那双眼睛,从缝隙里消失了,我一下子摊坐在地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他们很奇怪,这对诡异的男女,出现在我身边,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,我不知道,我的父母,到底去哪里了,现在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等待纪严的到来,煎熬地等待 我回来了一个小时之后,我终于等来了纪严的电话,电话那头的纪严声音,听起来非常焦急,默默,你现在到底在哪里,纪严的话,让我觉得很奇怪,我就在别墅里啊,你之前来过的,你该不会找错地方了吧,我也很焦急,我就在别墅里,但是,你和叔叔阿姨都不在,这里布满了灰尘,好像很久都没有人住了一样,纪严非常疑惑地说道,她的话,同样让我惊骇不已,纪严还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我一看照片,的确是在别墅里,只不过真的如同纪严所说的那样,别墅里满是灰尘,看起 起来,似乎很久无人居住了,沙发上布满了厚厚的尘埃,墙角甚至结了一层蜘蛛网,这分明,就和我现在所在的别墅不一样,但是布局上,却又和我所在的别墅一模一样,我突然想到,那个男人之前放了一张报纸,在茶几上,连忙让纪严,给我拍一张照片,照片很快传来了,照片里,茶几上果然摆放着一张报纸,从时间上来看,正是今天得报纸,我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厉害,握住手机的手,不住地颤抖着,纪严,我就在别墅里,你不信,我可以跟你 视频,到底是怎么了呀,我还活着吗,这一瞬间,我情绪几乎崩溃,哭着说道,纪严,默默,你别哭,我绝对相信你,说什么傻话呢,我已经报警了,别怕,你现在听我说,虽然我不知道,到底是怎么回事,但在警察到来之前,不要让他们发现,你能看得见,我虽然不知道,他们假装成叔叔阿姨,到底是什么目的,但是他们目前,应该还不会伤害你,只要你不露出破绽,你手机还有多少电,我需要你和我一直保持通话状态,我看了眼手机的电量,我没有睡前充电的习惯,所以, 手机电量只剩下15%了,这点电量,是支撑不了多久的,我连忙去寻找充电线,但奇怪的是,我翻遍了整个房间,都没有找到充电线,我突然想起来,昨晚我还不知道,父母是假的时候,曾和那对男女,在餐桌上聊过天,那时候,我一边听小说,一边将手机充着电,充电线,一定遗忘在了那里,充电线在楼下,我去哪,看着门外,我咬了咬牙,扭开门,就出去了,走廊上很安静,看起来,那对男女,应该都在我父母的房间里,我快步走下楼,来到餐厅内, 看到充电线果然在那里,我心里一写,刚要拔下充电线,却感觉到身后怪怪的,我一扭头,对上了一张面无表情的脸,女人的脸凑得离我很近,嘴角里开一个夸张的弧度,默默啊,我才发现,你走楼梯的速度,比之前快了很多呢,你是不是能看见了呀,恐惧在这一瞬间,从脚底升上头顶,我心跳得特别厉害,女人那双眼白过多的眼睛,死死的瞪着我的眼睛,妈,我看见了,就会和你说,只不过,我手机没电了,才会走得比较着急而已,我在这里,也生活了三个多 自然走得快,我非常自然地说道,女人笑了笑,伸出那双涂着新红指甲油的手,摸了摸我的脸蛋,她的手指,如同蛇类皮肤一般的冰冷,不禁让我打一个哆嗦,我还以为默默能看见了呢,妈妈白高兴了一场,要是默默能看见了,可不要隐瞒爸爸和妈妈哦,否则我们心里会觉得有些不高兴的,来,手机给妈妈,妈妈帮你,把手机充上电,女人拿过了我的手机,她低头瞥了一眼我的手机,你还和纪言通着话啊,我紧张得不行,纪言的声音,从手机那头传来 妈 我决心手机充电到30%的时候,立刻离开这里,突然,我听到厨房里,传来吱压一声,橱柜的门突然开了一条缝隙,我顺着声音望了过来,却被吓得,面色陡然沙白,橱柜脸,一双惨白毫无血色的,手软软地垂了下来,这双手的手指上,有一个我熟悉无比的黑质,这是我母亲的手,我双眼通红,浑身颤抖,一步一步地走到橱柜旁边,这双手毫无温度,甚至已经发青,一看就不是活人的手,我的母亲不是失踪了,而是遇害了 这对男女,杀死了我的母亲,藏在了这里,这一瞬间,我的第一反应,就是跑,当我转过头时,却看到男人从我对面微笑着走来,他的视线,先是落在了橱柜外的那只手上,随后猛地看向了我,默默,你在这里做什么呢,眼睛怎么这么红,看起来好像哭了,男人的声音十分关切,但我却分明看到,他从一边的刀架上,拿起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,男人拿着水果刀走向我,突然,他猛地举起水果刀,朝我的眼睛扎了过来,刀尖就停留在我眼睛的一厘米处 这一瞬间,我爆发了强大的求生欲,只有一个念头,我不能被发现看得见,见我的眼睛一眨不眨,像是没看到眼前的水果刀一样,男人才缓缓放下了刀,默默,听你妈说计言要过来,爸来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,男人笑着放下了刀,然后,我看到他打开了橱柜,我母亲的脑袋,就这样滚了出来,滚到我面前,凸起了眼珠子,直勾勾地看着我,05,我差点尖叫出声,但我还是要装作没看到的样子,对男人露出一个微笑,好的,爸爸,但紧接着的那一幕,更让我惊恐� 只见男人拉开橱柜,我母亲的尸体,就这样滚了出来,他把尸体抱了起来,就像扔一具动物的尸体一样,扔在了桌台上,爸最近弄了一只上好的黑猪,戒眼晚上有口服了,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,对我露出一个恶意的微笑,然后举起菜刀,手起刀落,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同时涌起巨大的悲伤和绝望,我想要离开这里,但却被男人出声阻止了,默默,帮爸爸一个忙,这肉有些难切,你帮爸爸扶着点,这男人,竟然恶毒到如此地步,或者说,他是想试探 我的反应,我是绝不可能面无表情地看着男人,执解我母亲的尸体的,爸,我有点累了,想要回去休息一下,我调整了一下呼吸,微笑着说道,那你去休息吧,这里爸来处理就好了,男人也笑着说道,回到房间之后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放声大哭起来,我深爱的母亲死了,我还亲眼看着他被肢解,而且很可能我的父亲也遇害了,我深呼吸一口气,拨打了报警电话,我和警察说完我的遭遇,并告诉了他们别墅的地址,警察,让我锁好房门,待在里面不要出去,并告诉我,他们会在半小时内赶到 这里,挂断电话之后,我立刻反锁了房门,突然,电话响了,是纪言,纪言,默默,你没事吧,我没事,一听到纪言的声音,我彻底破房了,但是我看到我妈的尸体了,纪言沉默了片刻,默默,振作起来,我知道你现在很悲伤,但现在最重要的,是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,对,纪言说的没错,现在并不是悲伤的时候,警察到达这里还有半个小时,这半小时,我必须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,突然,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,男人的声音,从门后响起,默默,爸爸, 已经做好红烧肉了,你下来帮爸爸尝尝味道吧,听到男人的话,我十分愤怒,我紧紧地盯着门口,爸,我现在不太想吃,紧接着,女人的声音,也在门外响起,默默,你出来妈,帮你按摩一下眼睛吧,医生说,要多按摩一下,加速血液循环,妈,我想一个人待会儿,我紧张地说道,这时,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响起,女人竟然配露我房间的钥匙,随着门把手的转动,我立刻躲在了床底下,床底板上,竟然有人用黑色的笔鞋 买了一行行字,但我来不及细看,就听到吱压一声,门开了,默默,你在哪里呢,这么大的人了,还和爸爸妈妈玩捉迷藏吗,女人的声音,听起来格外诡异,我捂住嘴巴,平住呼吸,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,衣柜的门被打开了,卫生间的门,也被打开了,我把自己缩在角落里,拼命祈祷着他们,不要发现自己,但是我的祈祷,并没有生效,两张面无表情的脸,出现在床底下,对我七七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,06,找到你了,默默,我死死忍住,� 喉咙里要爆发出的尖叫声,妈,你还记得,小时候,我们一起,玩捉迷藏吗,我有点怀念那时候的时光,就和你们玩了一下捉迷藏,我微笑着,摸索着爬了出来,女人望着我,突然叹了一口气,你这孩子,小时候那一次,我还记得你躲在了猪圈里,妈找到你的时候,你浑身都脏兮兮的,她的话,让我心里无比震惊,这的确是我在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,女人是怎么知道的,当时母亲,把我从猪圈里找出来之后,我就发烧了一天一夜,是母亲,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看病的,之后啊, 你就发烧了,那时候咱家穷,没车,你爸爸又刚好出差,还是我抱着你去镇上的医院的,你啊,在我的背上,吐了我整整一后背,女人笑了笑,眼里露出怀念的眼神,我的指甲,紧紧嵌入手掌心,这些非常细节的事情,她竟然说得一字不差,见我一声不响,女人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,默默,纪言这次做的,确实太过分了,妈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,才对她和颜悦色,但爸妈,都希望你和纪言离婚,我们家默默这么好的性子,怎么能配纪言那种坏东西,我震 我眼睛地看着女人,纪言,纪言怎么了,我看到女人和男人对视了一眼,女人试探地说道,默默,你忘记车祸前发生的事情了,你去机场找纪言,看到纪言和一个空姐,搂搂抱抱抱地走了出来,你一气之下,就跑了出去,便遇上了车祸,醒来之后,你就变得很奇怪,你像是完全不记得纪言的事情一样,我们怕刺激你,所以也不敢提,当作自己不知道一样,我浑身贪软地坐在床上,原来我出车祸的原因竟然是这个,不,我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,他们分明就是,杀害我父母的凶手,你们不是我的父母, 我都看见了,我冷冷地说道,我决定不再伪装,女人的脸上露出巨大的惊喜,她冲上前来,捧住了我的脸,你能看见了,太好了女儿,妈妈真的很高兴,我猛地推开她,不要再假装,你是我的妈妈了,我的妈妈,已经被你们杀了,她的尸体,还被你们做成了红烧肉,男人愣愣地看着我,默默,你在说什么呢,你妈妈就在这里,什么尸体,怪恐怖的,你们还要假装,我冲下楼,来到了厨房里,但厨房干干净净,没有任何血迹,地上也没有我母亲的脑袋,而是一个巨大的猪头 这猪是爸爸,昨天刚托人从农村运来的,为的就是给你补补身体,男人有些无奈地说道,我发疯似的,打开厨房里所有的柜子,但母亲的脑袋,就这样消失了,女人突然大声哭了起来,之前医生,就提醒过我们,说你可能会出现一些车祸后遗症,但我们都没放在心上,你现在是怎么了呀,爸爸妈妈就在这里呀,我扭过头,死死地看着,这两张陌生的脸庞,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,你们是我的爸妈,女人擦了擦眼睛,颤巍巍地拿出了手机,我注意到,她的手指处,竟然 也有一个和我母亲一模一样的黑质,女人给我展示了手机上的照片,手机里,我和她们依偎在一起,笑得非常甜蜜,照片上显示的日期,正是三个月前,我没有失明的时候,我面色发白,节节后退,不敢相信我看到的,都是纪言,如果不是她,我女儿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,男人愤怒地轻轻爆起,我呆呆地看着他们,难道我真的生病了,他们是我真正的父母,而我因为生病,产生了幻觉,误以为,他们不是我的父母,爸妈,我需要回房间冷静一下,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真相,这一次, 他们没有阻拦我,男人脸色沉重地点了点头,我魂不守舍地往楼上走,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,生病的是我的话,那床下的那张纸巾,是怎么回事,我站在楼上,看到他们坐在沙发上,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,我对准他们的脸,拍了一张照片,发送给了纪言,纪言很快回复了我,默默,爸妈不是都好好的吗,他们竟然真的是我的父母,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,生病的人,是我,我浑浑噩噩地回到了房间,纪言,你出轨了对吧,纪言沉默片刻,默默,你当时确实看到了一些, 让你误会的事情,但请你相信我,我真的没有出轨,对于纪言是否出轨,我心里其实已经没那么在意了,即使真的是我生病了,但这里还有很多疑点,第一,纪言现在到底在哪里,从他发给我的照片来看,他的确在一个,和这里布置一模一样的别墅内,第二,床下的纸巾,到底是谁写的,种种一团,笼罩在我心头,我想起了之前在床底下发现的,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的字,连忙爬进了床底,白墨,那张纸巾,是我留下的,我是上一次循环的你,你现在正在重复经历同样的事情,这已经是你的第五次, 第五次循环,虽然这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,但下面的那两个人,的确不是你的父母,不要相信任何他们说的话,也不要相信纪言,不要相信他说的,存在另外一幢一模一样的别墅,用你的大脑,好好想想,他给你提供的照片,通过PS就可以做到,每一次循环结束,你都会失去上一次循环的记忆,但第四次的你运气很好,你保留了记忆,这些话,正是留给现在正在经历第五次循环的你,更不要相信警察的话,他们不会帮助你,你会在晚上八点死亡, 进入第六次循环,除非你在这之前,杀死他们,或许你不相信我说的话,但纪言会千方百计,阻止你杀死他们,他会编造各种谎言,默默,你还在听电话吗,纪言问道,纪言,我要杀死他们,我冷静下来,说道,不可以,默默,你不能杀死他们,你做不到的,你做不到的,我直接挂断了电话, 轻手轻脚地开了门,我看到他们,站在厨房里,正在大块朵移地,吃着那一盘红烧肉,我的心跳得极快,我感觉,他好像不是很相信我们,不如杀掉算了,我怎么感觉,他好像出来了呀,突然,男人猛地抬起头,朝着我的方向望了过来,我猛地缩了回去,胸膛剧烈起伏,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,默默,你在哪里啊,我的乖女儿,我躲在壁柜里,手里握着一把刻刀,冷汗近失了手掌,窗外似乎下起了暴雨,巨大的雷声响起,我在缝隙里,看到了一 一双紧贴着的眼睛,找,到,你,了,我被男人拖了出去,女人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肩膀,默默,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啊,你病了,你病得很严重,妈妈和爸爸,要送你去医院,我心脏狂跳,一口咬在了女人的手上,我使出了全身的气力,女人吃痛地缩回手,我举起刻刀,猛地刺中了女人的手臂,默默,巨炎气喘吁吁地站在我身后,我扭过头,看见他惨白的一张脸,白默,你在做什么,他们是你的父母,你生病了,巨炎拿出来一张报告,狠狠地甩 摆在了我的身上,我拿起报告,上面是我的精神鉴定证明,报告上写着,我的精神极其不稳定,伴随异响,幻觉等症状,默默,你听我解释,我没有出轨,当时那位同事摔倒了,我顺手去扶了他一下,你一直非常敏感多疑,对我管得也非常严格,这些都不重要,但我没想到,你竟然连我的解释都不听,就跑了出去,这才导致了车祸的发生,默默,爸妈已经很辛苦地照顾你了,把磕刀放下吧,既然脸色凝重地看着我,女人也流着眼泪看着我, 她丝毫不顾自己伤口的疼痛,一脸悲伤地看着我,这时,那句话,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既言会编造各种谎言,来阻止你,我的眼前一瞬间出现了很多画面,母亲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,我却不小心吐了她一身,父亲憨厚地笑着,从身后拿出一只我惺惺念念的小橘猫,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一天,从来没有下过厨的父亲,笨拙地给我做了一桌子好菜,他们的脸,出现在我面前,温柔,慈祥,他们身上,有为人父母最好的品质,但他们的脸,绝对不是我 我面前这对男女的脸,我的父母,哪怕变成什么样子,都不会让我感觉到可怕和怪异,我下定了决心,在既言震惊的目光下,我划开了这对男女的喉咙,我本以为他们会反抗,但出乎意料的是,他们没有,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憎恶,还有一闪而过的恐惧,而就在这一瞬间,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如同被格式化一般,分解成了很多个小碎片,我看到既言站在那里,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,眼神复杂,你做到了,白沫,从他的口中,却发出了我的声音,最后,既言也消失不见,在我的面前 出现了我的父母,我真正的父母,他们手牵着手,微笑着看着我,默默,你做到了,眼泪情不自禁地,从我眼里流下,最终,他们也化为了小碎片,消失在了我面前,翻案,既一声,白沫已经苏醒了,既言摘下了眼镜,他露出了一个微笑,第五次催眠,他已经成功战胜了自己,他现在情绪如何,他一直在哭,我想,可能是还不适应,让他缓和一下情绪吧,我们来梳理一下,白沫这个患者的病情治愈过程,白沫,女,26岁,性格敏感懦弱,典型的讨好形容,出现 人格,半年前,白沫跟随父母,一起去郊外的别墅度假,也正是那个时候,白沫遭遇了自己一生的噩梦,李大强和王翠兰,这对夫妻无恶不作,是警方通缉的重大通缉犯,他们在潜逃过程中,见别墅门口停着的车不错,便动了抢劫的念头,李大强和王翠兰,撬开了别墅的锁,进入了别墅,此时正好是深夜,白沫以及父母,都在熟睡之中,李大强夫妻,本想抢点钱就走,但不料,白沫的母亲,突然出来上厕所,他们残忍地,杀死 白沫的母亲,白沫的父亲,在这时被惨叫声惊喜,他很聪明,马上反应过来,妻子出现意外了,他趁歹徒不注意,跑到了白沫的房间,他叫醒了白沫,并让白沫躲在床底下,李大强和王翠兰,很快发现了白沫的父亲,白沫躲在床底下,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喉咙被划开,白沫的父亲临死之前,还对白沫做了一个嘴刑,不要怕,既言叙述完白沫的经历后,推了推眼镜,在那之后,白沫便患上了幸存者综合征,他带有� 最大的内疚,怨恨自己,为什么不跑出来帮助父亲,由于他本身的性格,过于懦弱自卑,导致白沫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,他甚至开始出现异想,幻觉等并发症,白沫一想出了,他的父母还活着,但据他描述,他看到的,却是李大强和王翠兰的脸,为了治疗他的这种情况,我对他进行了催眠,白沫把我当成了他的丈夫,在他的脑海里,构建出了我的身份,我是他的主心骨,也是他潜意识的本能,他在看到自己父亲遇害时,作为人的本能是害怕,恐惧,所以, 纪炎会千方百计的阻止他,迈出那勇敢的那一步,我在里面的身份,更象征着白沫懦弱的本能,对他的阻止,但他最终战胜了这种恐惧,他获得了来自他自己的原谅,一个实习生好奇地问道,纪医生,那患者口中的,那幢一模一样的别墅,是怎么回事,那个别墅,正是现实中,白沫经历父母被杀的别墅,而他内心,又构建出了另一桩,束缚他自己的别墅,纪炎在做完阐述之后,来到房间内,看望了白沫,白沫泣不成声,但纪 纪炎知道,他已经走了出来,人最大的痛苦,或许是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